越南 古称安南或交直 对中央王朝来说 一直是一个不安分的小跟班 在这个遥远湿热的地方 缠入着太多的复杂情感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 地理坐标在北纬8度10分到23度24分 东京102度09分到109度30分之间 陆地面积32.95万平方公里 北面与中国接壤 西面与老挝 柬埔寨相邻 东面和南面都是南海 越南南北长1600公里 东西最窄处仅仅50公里 是一个南北延展的狭长带状国家 全国海岸线3260公里 越南全境地势西高东低 全境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山地和高原 特别是北部和西北部 是连片的高原和高山 东部沿海为平原 地势低平 河网密布 最低处海拔只有3米左右 越南位于北回归县以南 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全年高温多雨 北方地区受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 气候与中国云南 广西相似 一年有四季 南部地区受南海影响 分为雨季和旱季两季 全年雨量大 湿度高 由于降水丰富 越南拥有综合交错数不清的河流 河流从西北流向东南 最终流入南海 湄公河和红河 是越南最大的两条河 在流域范围内 形成了广阔又肥沃的 两大冲击平原 越南还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 种类多样 越南是以精足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也是亚洲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86年 越南开始推行革新开放 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 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5% 粮食作物以稻米为主 经济作物则以咖啡橡胶为主 2001年 越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并确定了三大经济战略终叠 既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中心 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发挥国有经济主导地位 建立市场经济的配套管理体制 越南的主要工业产品 有煤炭 原油 天然气 液化气 水产品等 积累了一定经济基础的越南 在对外贸易上也不断谋求发展 它的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 日本 中国 以及欧盟 近年来 外资进入越南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越南当地推动经济增长 解决就业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直以来 越南对中国的态度就很微妙 1950年 两国正式建交 还没有从巨大战争床上中恢复过来的中国 开始向越南无偿提供 203亿人民币的资金 和几百吨物资 越美战争中更是无条件支持越南 然而 但可是 这位朋友刚刚打跑了美帝 就掉转枪头打起了中国 着实让人错愕和心寒呢 历史上 越南地区一直跟在中国身后 被收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里 秦汉两朝之时 今天的越南北部 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权的 名为焦纸郡 这可不是归府纳贡的藩属国 也不是为武力屈服的被保护国 而是实实在在 真真实实 北中央政权管辖 直接是归属于中国的国土 就跟广西一样 是正儿八经的中国州郡 这个称谓一直扬到了唐朝 直到唐朝末期啊 中央政权力量衰落 借着天下纷争铁齐 山高皇帝园 越南才开始实质上的独立 但在中国和日本的史书上 依然称呼这里为 焦纸 独立建国后的越南呢 并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 得嘞 还得看着北边的中国学位 这一学啊 就没停 从中央集权制度到地方郡县制度 从中央三省六部 到督察次时 从军队建设到农业政策 越南一下都没落下 全部抄了回去 所以越南又被叫做 最一项中国的国家 在民族性格和现代国家方向上 越南走不出中国的影子 这个野心勃勃的小国 现如今是世界上 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呢 越南本身的问题 和狭隘的目光 也值得深思啊